第36章 冬天的早晨 满天雾气腾腾 出去石布就看不见人影 大洋树上乌鸦不叫 白色的冰零树挂向下垂着 江涛踏着堤上的雪路 想进城去跟贾老师研究运动进展的情况 刚刚走过大渡口上的小木桥 一辆轿车 响着铃声走过来 走近了一看 是冯贵堂 江涛背过脸让他过去 一阵细雪飘过 车后面走过了两个人来 前头的一个 穿着老羊皮袄 戴着毛线猴儿帽 是贾老师 后头跟着一个青年 身上背着个小包袱 是张嘉庆 江涛在小桥头上站了一刻 等贾老师走上来 抬手打个招呼 说 我才说去找你 你们就来了 贾老师说 嗨呀 跑不过来呀 昨日格才从南乡回来 今天一早就来北乡 运动一起来 就像大海里的波涛 各处乱动 江涛一手握住贾老师的手 一手握住张嘉庆的手 三个人沿着千里滴向回走 一路走着 江涛向贾老师汇报了工作情况 贾老师倒背着手 一边走着一边听 棱着眼睛考虑 听了江涛的谈话 眼睛笑成一对月牙耳 连声说 好 好 你创造了一套工作方法 不绝口地称赞着 又问 你是怎么掌握的 江涛说 你不是说 解决什么问题 掌握什么矛盾吗 贾老师又连连点头说 是呀 从阶级观点出发嘛 错非真正在群众里树立起好的骨干 才能搞好一个运动 像你把 面对人人进行工作 一个一个村的占领 按部就班 稳扎稳打 向寺外发展 这种开辟工作的方法 真是太好了 他说着 觉得浑身热了 摘下喉帽 头上冒起白气 眉毛上和胡姿上满身近挂了双花 江涛瞪着眼珠一想 脸上忽然笑起来 说 嘿 你要是不说破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弄好的 他又棱着眼睛想 需要分析 贾老师说 去年嘉庆在河南里搞秋收运动 是掌握了广大农民要求冬天有饭吃 有衣穿 不动死饿死的要求 一轰而起 你呢 事先经过组织 搞通思想 然后形成运动 这两种方法 在新开辟区来说 是相辅相成的 你是先组织群众 在形成运动 它是一轰而起 在巩固组织 说着笑了 看了看江涛 又看了看张嘉庆 说 两种不同的方法 说明了两个人的不同性格 说着 又笑了一会子 笑得张嘉庆不好意思的起来 太阳在云端显了一下脸 又躲进去 雾露更加浓厚了 四面不见人影 树上的雪融化了 血水顺着树干流下来 半容的雪水 像虾马的眼泪一样 滴滴答答的落在地上 落在他们身上 几乎把衣服淋湿了 到了江涛家门前 才从地上走下来 走进小门 江涛把他们让到小屋里 叫母亲烧水给他们喝 江涛说 这完全是农民群众自己的力量 我不过是从中联系了一下 贾老师说 好 应该谦虚 今天你在群众里站住脚跟 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干部 说着 摘下猴儿帽 擦去脸上的血水 江涛说 闹腾了半天 我还不明白 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贾老师扬了一下眉毛 笑了说 运动在目前是为了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吗 组织起来向包商主 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 他们是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 将来要在运动里吸收一批农民积极分子 打好建党的组织基础 江涛又问 落脚时呢 贾老师伸出一只拳头 猛力向下一锤 说 还是一句老话 最终的目的是起义 夺取政权呢 是不是这样 他弹得热了 把老羊皮袄脱下来 放在炕上 贴身穿着带大金的粗布小棉袄 扎着裤脚 穿着棉套鞋 他说 下乡的时候 把皮袄一穿就是老农民 回去了把大褂一穿 就是教员 说着又笑起来 今年冬天 一放寒假 他就天天下乡 今天到东乡 明天到西乡 冬天的北风一吹 他的面皮上起了几片白色的选圈 谈一会 伸出小手指甲骚一下 正在谈着党务上的问题 研制和掀开门帘走进来 说 贾老师 你看 怎么这么几年也不见你来了 这时 贾老师为了保密 只好把说着的半句话停下 走前两步 搓着手说 大叔 你这几年可结实 研制和说 结实 他擦了擦烟嘴 把烟袋递过去 贾老师接过烟袋来抽着烟 说 大叔 你们闹得很不错 研制和说 俺庄家人懂得什么 跟着你们瞎跑呗 贾老师说 无论怎么说 能够打倒冯老兰就行啊 研制和说 要说为了打倒冯老兰 没有说的 多么深的泥水咱也得烫 可是落在什么底上 咱还是摸不清 贾老师说 摸得清 只要你们做我们的后盾就行 刚才 当他们在屋里说着话的时候 研制和在小窗户外头听着 听得他们说党的长党的短 他又想起运涛那孩子 开始也是这样 喜欢看书 喜欢讲故事 常跟人念的国家大事和共产党的政策 后来运涛跑到南方挤起命来 结果被反动派关在监狱里 他想 看起来 这革命事件烽火适尔 要急 割 死人的 他心里又搅着过子 难受起来 今天江涛又走了这条路 自从保定回来 这孩子变了 一举一动成了大人 张口大众利益 闭嘴群众生活 江涛脑筋开了 当他走进屋里的时候 剑甲老师停住口不说了 研制和心里纳闷 有什么机密大事 还瞒着我 脸上游不得麻酥酥的 他又走出来 上东锁井去找朱老中 他想 这共产党的事 咱赞成 反歌投税的事 咱也积极干了 小盐村的反歌投税运动就是咱闹起来的 怎么 他踩着房后头那条小路走到朱老中家里 说 贾老师又来了 朱老中问 他说什么来 朱老中一问 炎制和猛的火枪起来 冷言冷语说 那谁又知道呢 说是一家人 可是你不进屋 他们七七叉叉的又说又笑 你一走进屋里 他们都搭拉下脸 鼓起嘴不说什么了 一面说着 气得脸和鼻子都打哆嗦 朱老中一听 笑了说 质和 你还不知道 人家内部有内部的话 进门的时候 你就该咳嗽一声 看他们要商量事情的时候 你就该躲出来 炎制和摆了摆头说 这闹来闹去 又成了外人了 朱老中说 咱还没进了门吗 将来咱熬得成了里马人 咱也就可以和他们坐在一块说说笑笑了 炎制和问 大哥 咱得等到什么时候 朱老中说 等到他们看着咱够了觉悟 炎制和撇了下嘴说 还要什么觉悟 朱老中说 也得叫他们看着咱们像个人儿似的 两个人正在屋里聚精会神谈着 跪他娘一进门 他们又合住嘴 瞪着眼睛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跪他娘也莫名其妙 心里想 老头子们又咕咕什么了 炎制和跟朱老中谈了会子内心的话 又走回来 一进大门 院子里静悄悄的 走到屋门口听听 屋子里也没有人说话 隔着门连缝一看 贾老师弄了一大盆冷水 正在用冷水洗脸 洗了脸还洗脑袋 他一看 就觉得身上冷嗖嗖的冒凉气 浑身冷战 他心里那起闷来 怪不得 冷练三九 热练三伏 要练真功夫啊 他掀起门连走进去 说 忙来给你烧点热水吧 大冷的天 用冷水洗脸 多凉 贾老师说 不凉 用脑过度 用冷水一洗就好了 炎制和说 这也不用吃药 贾老师说 吃药不如这个来得快 他洗完脸 用手巾擦干 又用两手搓起来 一直搓得脖子脸红红的 炎制和心里想 怪不得这人们性子比钢铁还硬 兴许是这么练来的 一会儿 江涛和嘉庆回来 看他们要开始商量事情 炎制和就退出来 贾老师看炎制和走出去 说 上级有指示 叫咱们把机关从城市搬到乡村 还得找个安交通站的地方 我那家里闹得太红了 我想在这村找个秘密地方 我们的人可以在这里常来常往 还得吃饭睡觉 还需要两个积极可靠的人 江涛想叫贾老师跟父亲谈谈这个问题 又觉得不怎么太恰当 他说 这个好说 咱去跟钟大伯谈谈吧 三个人走出来 沿着村头小道 去找朱老中 正好朱老中在家里 江涛给贾老师介绍过了 贾老师知道朱老中不是一般人 表示十分尊重 朱老中忙叫贵他娘给他们烧水喝 贾老师把要在这村安交通站的事 跟朱老中一说 他抬起头想了一下 说 正好 咱有个机密地方 朱老中领他们到朱老明那里 站在大柏树坟前 说 你看看这个地是怎么样 我们的人 要是从城里过来 经过大渡口或是小渡口 沿着千里滴 沿着村边走过来 一个人也见不着 就走到这大柏树坟里 从别的方面来了人 在这里歇一下脚 再过河往南走 要多方便 有多方便 朱老中又领他们走到吴老拔那里 站在大地上往南一望 说 看 这个地是怎么样 有人从北边来 在这地方站站脚 再往南去 有人从南边来 要是懂点水性的 就从这地方拂过河来 贾老师向南望了望 又向北望了望 觉得这地方四通八达 又宽敞又激动 就一口答应下 他又低下头 斜起眼睛 深沉地思考了一下 觉得这位老人很有见识 又了解了他的出身和历史 决定把交通站搬到这个村里来 随后又说 这是个重要工作 可要秘密呀 贾老师一直在这里住了两天 和吴老拔 朱老兴 朱大贵他们见了面 他们把贾老师请到家去 坐在热炕头上 说工作上的话 拿过年的血糕大饺子什么的叫他吃 最后 他决定在这里建立个乡村支部 贾老师对锁井的党群情况非常满意 他说 创造一套切实有用的工作经验 不是容易 他分派江涛上附近几个县里去 传达锁井区组织 发动群众的经验 时间很紧 要在大年25以前赶回来 他说在城里27大吉那天 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由江涛出头领导 贾老师穿起他的老羊皮袄回城了 留下张嘉庆 在锁井一带挑选一批农民积极分子 组织农民纠察队 去保卫大会 江涛和张嘉庆送走了贾老师 又去找朱老忠 江涛说 大伯 开会的那天 你可得保护着我点 坑 别叫老鹰把小鸡儿抱了去 朱老忠张开带胡子的嘴 呵呵笑着说 不要紧 孩子 大伯保着你们的镖 万无一失 江涛说 县委要组织纠察队 去警卫大会 你看那些人可以参加礼 他又指着嘉庆 说 这就是咱的纠察队长 朱老忠说 人有的是呀 咱有80年的全房底子 组织个纠察队不费难 那天晚上 他找了岩志和 吴老拔 大柜 武顺 又在大岩村 小岩村 大刘庄 小刘庄 几个村庄上找了些学过拳脚 老实可靠的小伙子 从破柜头里找出三截边和铁标 找出长枪大棍 要去当纠察队 第二天早晨 张嘉庆和江涛走到朱老明那里 参加纠察队的人们在大柏树林子里等着 张嘉庆一道 朱老忠说 看看咱这阵势儿怎么样 张嘉庆点个头说 不错 可不知道你们练过什么武艺 吴老拔笑笑哈哈的说 几班武艺倒是练过 就是放下手多年了 有老人朱老拱的时候 俺这儿就立了全房 老人没了 老钟大哥下了关东 全房也散了 朱老钟说 可不知道咱这手脚还灵不灵 他脱下大棉袄 只穿一个小挂 杀紧了搭包 向前走了两步 挺胸跌肚 两腿并拢 两眼正式 闹了个骑马蹲当事 两手把脚一拍 飞起两腿 棱蹦站定脚跟 耍了一套拳 嘴不喘气 面不改色 人们鼓掌大笑 朱老忠也笑了说 看看怎么样 吴老拔笑哈哈的说 好 称得起是老子英雄而好汉 朱老忠说 英雄不英雄吧 反正退回十几年去 有三个五个人的 他到不了咱的跟前 吴老拔闹了一套喉拳 大跪耍了一套长棍 三三五五 刀对刀 枪对枪 在大百数坟里练起来 朱老忠问张嘉庆 你看 咱这纠察队怎么样 张嘉庆点了点头说 好 咱这纠察队算有了门路了 朱老忠一看张嘉庆 不过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娃子 嘴上长出秘密的黄毛锥 他举个笑说 小伙子 你有什么武艺 年轻轻的 敢领导咱这农民纠察队 张嘉庆说 眼下我没有别的武艺 就是依靠这个玩意儿 他说着 掀开衣巾露出有黑的枪把 叫朱老忠看了看 又放下衣巾盖上 说 甭说别的 百步以内 说打他左眼不能打他右眼 一个大铜板扔到天上 身枪穿个窟窿 行吗 吴老拔笑哈哈的说 嘉庆 跟你在一块跑的不少了 没见过你有这么大的本事 你可不能瞎吹 朱老忠说 张飞同志 你既然这么说 得表演表演 叫咱开开眼 这句话没说完 天上飞过平贵唐家一群鸽子 最后一只 带着风笛 呜呜地响着 张嘉庆伸枪要打 江涛走上去说 嘉庆 你不能乱放枪 严智和一手搬住他的胳膊 说 不行呀 那是冯老兰的 朱老忠把严智和往旁边一拉 说 打的是冯老兰的 开枪 张嘉庆手急眼快 把手儿一甩 砰的一声 鸽子扑拉拉地掉下来 朱老忠张开大嘴呵呵笑着 说 算了 我朱老忠算是认识你了 那里来了这么一位棱大爷 说着 他又颤着嗓子呵呵笑着 朱老明拄着拐杖摸过来 慢哒哒地说 爱 四林虽然没有民宅 晴天白日放枪可也得小心 咱这里不是成了秘密地方吗 江涛也说 你这人这么不加小心 老是不管不顾 张嘉庆面不改色 笑嘻嘻把枪插回腰里 说 怕什么 天塌了有地接着 吴老拔说 哈哈 你这咱什么都不怕了 一个人吃了饭 一家子算是都吃饱了 把两只脚跟一提 算是搬了家了 整个儿成了无产阶级 俺们多少还有两间土匹窝窝 还有老婆孩子在这里 朱老忠把胸膛一拍 说 看吧 舍着咱八十年的全房底子 上城里去逛荡逛荡 张嘉庆送走了江涛 每天晚上 把人们集合在柏林里 练习拳脚刀枪 讲解纠察队怎样保卫大会 讲说怎么样的在大会上保护领导人